一六年年新聞大白話 民眾黨在昨天提出了 第一波立委的名單 被外界質疑完全沒有亮點 柯文哲今天受訪的時候 被問到這件事 他反而非常有自信的表示 他說人因為有夢想而偉大 選舉還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每天認證去做事 不要 我最常在思考 我們常常把手段當目的 什麼意思 常常說 我們要取得政權才能夠實踐理想 後來就已經 反正 就是把取得政權當作 至高無上的第一優先 然後所有的 當然再去合理化 他們所有的行為 所以我再回答你的話 其實理想跟手段還是要分開 理想是台灣可以變更好 這才是真正的目標 都不是每天在講 你會有幾席 會幹什麼 我跟你講 如果全面執政了 國家更爛 那有什麼用 市長 昨天提名了八個區域立委 但是就有外界說 立委名單沒有亮點 甚至一個都選不上 所以這樣 第一點 其實不應當在這個 不需要在地方回答政黨的問題 在黨那邊 他們還是有發言人會去處理 不過是這樣 就好像我每次講說 不管是一日雙塔 你知道 還是2014 還是2018 甚至世大運你知道 人亦有夢想而偉大 你每次在講說 我跟你講 我當年2014出來選的時候 有人認為柯文哲會選上嗎 好 民政黨他提出了 他這個立委 讓大家有點傻眼 因為之前大家質疑 他底下裡面 只有一個是最厲害的 就是學姐 但是這些名單裡面 居然沒有學姐 那其他的 很多人看了名單之後說 一堆問號 這一些人到底是誰 然後甚至這一些人裡面 在他沒有知名度的情況之下 現在還被大家一一的 起底跟爆料 所以柯文哲他希望在藍綠之外 提供一個更好的選擇 因為他甚至上綱 覺得這個藍綠之間 已經變成只有統獨的選擇 所以他希望在統獨選擇之外 再給大家其他的第三種選擇 可是我昨天聽的時候 是有點納悶 立委的選舉怎麼會扯到統獨 那是不是有點 應該是總統的選舉 才跟統獨有關 那何必把立委選舉 上綱到這一種情況 那不管如何 他提出的名單被大家覺得 沒有亮點 而且有更多的疑點 先來看一下 這個柯文哲被大家問到 是不是有爆氣 是不是戳到他的痛點 因為現在網路上有謠傳說 他以後要跟友好的小黨 找來共阻政黨 他反對 因為他覺得萬一現在合作 那四年後2024 如果他真的要選總統的時候 到時候誰要來代表這一些 合作的這個團體裡面 來選總統呢 他覺得到時候可能會有問題 柯比有特別講到 他說很討厭聽人家講說 什麼聽說 傳聞 什麼XX人士 他還把記者酸了一頓 你好歹告訴我是誰說的 如果你說傳聞什麼的 這些我就最討厭聽到了 那另外一個時代歷難的秘書長 吳佩雲他說柯文哲混淆視聽 他說如果持續迴避 國家主權立場的說明 台灣民眾黨就會變成 失根的政黨 柯比他回答說他聽不懂 什麼叫台灣的主體性 台灣的優先性 他是哪一個地方沒有做到 他們需要的是民智維新 不是義和團 那特別講到說 他提出的這些名單 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像這個何景榮 稍微有一些聽過 但是我覺得對一般民眾來講 熟悉度應該是趨近於零 是逢甲大學的助教 他要投入的是台北市的第三選區 會對上的是兩個高知名度的 一個是蔣萬安 一個是吳英龍 我們不是用外表來評斷 純粹是以全國的知名度 那台北市第七選區 就信義跟南松山 他要派出他的機要秘書蔡宜邦 蔡宜邦雖然相對有名 可是其實跟學姐比起來 又差了一大截 他會對上的是老將 費洪泰 還有民進黨非常厲害 漂亮的許淑華 那在台北市第八選區 文山跟南中正 這一個就很多人真的沒有聽過 是台北市政的顧問張信松 他對上的是國民黨 一樣是老將賴世保 民進黨是發言人阮昭雄 台中的第三選區 也就是厚里神剛 他提出的是大雅區的上雅里長 張瑞昌這個真的是已經幾乎 知名度應該真的就是領了 他對上的是國民黨的 現在台中的副市長楊瓊英 楊瓊英是資深的老立委 現在是回鍋出來選 另外一個是洪慈雍 洪慈雍是現任立委 所以講到現在光是這四席 很多人就深深覺得 這是一個炮灰軍團 準備當炮灰的 因為知名度不足 而且也看不出來 所謂的藍綠以外的價值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邏輯 接下來繼續講朱哲成 朱哲成他是在苗栗 對上的是民進黨資深的 立委陳超明 還有民進黨的羅冠欣 在台北市第五選區 他派出的是徐立信 徐立信應該是這一些人裡面 相對比較有名的 因為他選議員 他得票數非常高 而且他本身是做律師 不過其實他也是有一些爭議 他對上的就是國民黨的 這個資深的林玉芳 這個民進 時代力量的話是林長佐 兩個本來就硬仗了 現在又對上徐立信 那高雄的話 他也有推出他的候選人 他推出的是柯粉的志工 柯粉的志工 連志工都可以出來選人 李嘉玲 他對上的 也是國民黨很資深的 這個議員黃柏林 還有民進黨很資深的 現任立委李昆哲 雖然這個選區 後來選區有擴大 聽說對於李昆哲來講 是相對的比較辛苦 可是可不可以讓 柯粉的志工有機會 我覺得很多人 是打上一個問號 最後一個看到的是 新北市第七選區 也就是板橋這個選區 有一個網紅 所謂PTT的名人 叫Z9 吳達瑋 可能年輕世代有聽過 所以有所謂的 這個柯粉的志工 還有PTT的名人 也讓大家感覺到說 柯P是不是真的沒有人 才這麼幾席而已 怎麼會連志工 連網路紅人 都拿來當做他的選將 那吳達瑋對上的是國民黨 很有實力的柯知恩 還有民進黨現任的羅志正 所以是不是這個我剛剛講的 炮灰的感覺真的很強烈 那更不要講他現在候選人 就還已經引發爭議了 才提名一天而已 就引發了很多爭議 第一個 徐立信最大的問題是 他去年才剛當選台北市議員 現在就要落跑去選立委 這跟柯文哲罵了好幾次 他罵韓國瑜落跑 那這個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柯文哲要好好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覺得韓國瑜落跑就不行 徐立信就可以落跑呢 那另外一個朱澤成 在剛剛有特別講到 他原本是民進黨員 在2018年的時候 他有加入黃偉哲的競選團隊 當時他在幫忙的過程當中 傳出他有約女網友 吃麥當勞兼性騷擾 他個人在臉書上有特別解釋 他說他用的那些字眼是開玩笑 可是很多人聽到他用的那些 涉及性騷擾的字眼的時候 有人覺得不太像是開玩笑 所以連他也馬上就引發爭議 還有另外一個爭議 是我剛剛特別講到 PTT這個名人就是Z9 其實他在臉書上有罵過徐立信 所以現在連他罵過徐立信的PO文 也被大家挖出來 所以才五個人而已 就被整理出三個爭議了 所以柯文哲現在提名 說要在超脫藍綠價值之外 他展現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價值 是大家很好奇的 那第三勢力到底有沒有超越藍綠 柯文哲他自己有解釋 他說以前第三勢力最容易犯的大毛病 就是一直圍繞著統獨 跟人家去競爭 所以你賣的東西如果跟人家一樣 那廣告手法一樣 你怎麼會有市場呢 可是同樣的問題 現在柯文哲可能也要問自己了 那為什麼這一次民眾黨改高舉國家治理 當作主軸呢 是因為不能把所有的國家困難 都推到統獨藍綠上面 但是綠黨的議員 小小綠的議員王浩宇 他馬上就出來護航了 他就大酸特酸 他說這個政黨就跟這個人一樣 缺乏論述跟核心價值 刻意迴避主權的爭議 淡化了台灣人對中共威脅的危機意識 而台灣我們的國家 真的不需要一個假中立的親中政黨 這是他一個看法 那現在大家很好奇的 就是過去一個禮拜 最大的話題就是蔡總統的論文 還有這個郭台銘不選 這兩個話題 那大家一直在想說 這兩個話題發生之後 那我們2020總統大選的民調 到底會發生什麼樣一個變化呢 但沒想到過了一個週末 今天打開看到聯合報的民調 赫然發現居然都沒有變化 所以這兩件事情一點影響都沒有 郭台銘不選居然也沒有影響 這個蔡總統發生的論文 大家討論度這麼高 居然也一點影響都沒有 其實我個人認為 蔡總統到底有沒有 他論文是真的假的 學歷是真的假的 這個是高度的羅生門 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所以對原本的這個民調 根本不會有任何影響 原本不喜歡他的人 就不會相信他 原本支持他的人 根本不可能相信論文是假的 不可能相信學歷是假的 所以這一點都不意外 倒是比較意外的是郭台銘 不選之後 為什麼對民調一點影響都沒有 有人認為是因為他還是剛發生 所以大家還不知道 郭台銘的動向是怎麼樣 他跟韓國瑜的整合 或者他跟柯文哲的整合 到底如何 所以導致在短期效果 還看不出來 不過現在的趨勢 大家還是會有點緊張 尤其是韓正義裡面的人 現在會覺得說 他跟蔡總統的 已經變成一對一了 現在好像民調上還是有一點差距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網路上上面 現在已經越來越多 所謂的這部落客的作家 在網路上就有提出一些質疑 所謂的理查生的報告 有提出一些質疑 那也包括政大法律系 以前是他的主任 現在還當過大法官 都出來講 包括我剛剛講到 徐永泰的博士 每個人都有他的看法 可是如同我講的 我覺得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論文門一直都沒有撼動 蔡英文的支持度 聯合報的民調裡面顯示 國台民棄選 論文門 還有包括斷交 不過因為聯合報 做民調的時候 還沒有斷到第二個國家 斷第一個國家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相對無感 因為畢竟也講了很久 這個恐怖情人講了半年了 所以他要走 大家都不難過 還覺得鬆了一口氣 可是斷到第二國 一週兩國的時候 大家馬上就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了 所以這個民調 其實是沒有做到 第二個國家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斷交對這個民調 也是看不出來有太大的明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幾乎是原地踏步的民調 剛剛特別講到 聯合報他進行民調的時間 就是在上禮拜 也就是禮拜五之前進行民調的 他的結果可以看得出來 蔡英文是從44% 加了1%到45% 韓國也是1%都沒有加 也沒有跌 維持三成三 所以就如同我講的 上禮拜雖然發生了這麼多大事 可是大家完全都沒有任何的影響 另外不支持都不支持 或者是還沒有決定的 有真有減 但是算起來就是兩成二的民眾 到現在他還是看不出來 到底要投給誰 另外一個方面 現在聯合報的最新民調 他有跟上時事 他就把另外兩個 有可能加入2020大選的 包括黃國昌 還有呂秀蓮加進來 但是我覺得秀蓮姐姐 可能有點傷心 沒想到黃國昌 還比他多了2% 但是呂秀蓮實力也滿堅強的 有5% 結果變成4%多的情況之下 韓國瑜跟蔡英文的差距 反而變小了 從差12%變成只有剩下8% 就如同之前大家的這個論調 3%多 4%多 不管人越多的話 其實對韓國瑜跟蔡英文之間的差距 是會越來越小 是大家有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那下一張民調 現在這部分大家很關注的 就是聯合報的民調裡面 都會問一個喜好度 可是喜好度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喜好度到底能夠代表什麼 總之喜歡蔡總統是3成7 喜歡韓國也是3成1 不喜歡蔡總統4成4 不喜歡韓國瑜的5成6 聯合報有做這樣的一個民調 其實大家更關注的 到底是票投給誰 所以這個喜好度 另外只是一種參考 針對這些話題 我們現在視訊連線到 東華大學的教授施政鋒 施老師你好 老師我想請教一件事情 就是聯合報他最新民調顯示出來 好像在過去一個禮拜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包括論文的怡雲 還有包括郭台銘不選 甚至有所謂的斷交的風波 雖然聯合報做斷交的時候 只有斷一個國家 還沒有斷到第二個國家 發生這些事情 可是民調上看起來是原地踏步的 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你知道我們學會計的在抓帳的都知道有沒有 以前銀行三點半 然後差一塊錢你不能把補一塊錢 可能中間裡面有好多真真簡簡的 所以同樣的我們看到表面上沒有改變 很可能這邊有真簡 那譬如說可能論文這個部分有簡 但是斷交應該是所羅門吧 有簡 第一個是所羅門 有加 也就是說斷交是對小英總統是有幫助的 OK 那郎國瑜那邊基本上 他那個盤大概就是韓省 所以老師你的主張是覺得說一針一剪造成表面上看起來蔡英文是原地踏步的 可是事實上其實這些事情還是有一些影響 那你覺得接下來的論文 你剛剛覺得說也是有扣分的 依照現在的這些質疑 還有包括他們澄清的力道 可是因為有人覺得始終就是沒有看到他們拿出論文 就是正版的論文 你覺得接下來論文這些事情還會繼續造成一個干擾的因素嗎 我覺得小英的總統是比較溫吞 你知道那個談判的人就喜歡慢慢來慢慢來 然後切香腸那個樣子 OK 但是他不能這樣子的 人家可能會說你如果有的話就拿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當然有證書這個是沒有錯 但是你說你有證書不能代表背後有什麼 坦白講就是說像格達瑞那個時候我記得LSD的校長下台 因為他賣學位給格達瑞的兒子 所以有證書也不一定能代表什麼 我是覺得說接下來要清理戰場的時候 剩下差不多100多天 趕快把路拿出來讓他看一下 這個就沒事了 然後往前還有更正面的事情可以做 老師那相對小英的話 韓國瑜現在上禮拜郭台銘不選 只是說郭董的動向大家都還看不出來 他說他雖然不選 可是他的幕僚又到處上節目 一直罵國民黨 讓大家覺得他不選 好像後面還有戲在唱的感覺 你覺得接下來他對韓國瑜的影響會是如何 問題講一下就是因為目前還有時代力量 跟清明黨兩個入場線 兩個既有的政黨 他不用連署的部分 那我們猜測應該是時代力量 可能會跟KB這邊有做某種的結合 同樣的郭董跟王院長的部會 應該會跟宋審長這邊做結合 所以當然這有很大的想像空間的時候 支持者當然現在還不敢 還不會有任何的動作 更何況我們看韓國瑜他的整合這個部分 好像也沒有很認真 很沒有用力的樣子 我在猜韓市長他大概想說 到時候可能是大卡都西卡都的時候 他有30至少有30的時候 25以上再加一點就贏了 他目前至少30到35 少無所謂的 老師那另外一個聯合報 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立委的部分 立委他認為說有4成4的人 還是會投給藍綠 其中將近到6成是投給國民黨 但是也有高達4成的人 他是覺得不要投給藍綠 而是其他的小黨 其中是民眾黨比較多 可是這個對民進黨來講 他們就覺得看到了一個危機 變成說在藍綠對決的時候 大家好像不得已就是投給小英 可是如果當在立委的時候 很多選擇的時候 他就沒有說一定要投給民進黨 是不是這種心態 我這樣想其實因為聯合報用的這個 他的這個圖會有誤導 你以為說有6成的會投給國民黨 3成的投給民進黨 但是這裡還要乘以44% 對 同樣的這些44%裡面有12% 12%是未決定的 那40這個部分 當然還有台民黨27 然後時代力量24 其實我如果把它換算出來 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國民黨差不多26% 很穩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還會到30 民進黨真的很慘 那執政黨最高的時候 還可以再三成 總會下降到百分 算一下變13而已 13是很低很低的 而且他是執政黨 相對的換算之下 民眾黨就好 台民黨就有11% 時代力量10% 其實是還蠻算高 但是我把未決定的 無意見的 未決定的這部分 全部加起來 差不多有兩成的人 是沒有意見 意思是說還沒有決定 或者是沒有意見 那這些其實就是說 大家未來還有爭取 我意思是說 扣掉民眾黨跟時代力量 都還有20% 很慘 也就是說 小黨至少有 支持台民跟時代力量20% 其他的還有20% 是沒有空 就是還沒有決定 我們看起來就是 國民兩黨還蠻慘的 所以這樣子會不會造成說 就算小英連任成功 他可能在立法院會提早掰咖 我們這樣講好 就是說這次是讓他全面執政 但是也許他不曉得 再如何讓支持者 過去年九合一 含淚不投票的人 也許這次會含勝投票 也許吧 讓他僥倖當選了以後 但是很明顯的 就是說民進黨在過去 三年都來的表現 立法院表現是不好 那嫡系的人就是在那邊主導 其他有良心的人不想投票 因為我們講開玩笑 搞不好確立 我只圈下林淑芬一席 那不分區可能更慘 因為大家都不想投給他 所以現在也難言看到說 有那麼多的小小率跑出來 就是大家想要分析 大家想要 因為他們說 不想要讓韓國瑜上 所以只好忍痛支持小英 但是你就覺得 民進黨表現不好怎麼辦 他就處理他的小孩子 你知道這邏輯上有點錯亂 但是目前聽起來是這個樣子 謝謝老師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老師下次再見 謝謝 不過蔡總統最近 因為國防部 國軍 幫他搭了很多的舞台 以前這些國軍裡面的影社 落成的時候 從來沒有國家的元首去剪彩 但是蔡總統就剪彩了其中一棟 那剪彩這一棟 甚至被大家質疑說 他花了好多錢蓋了一個樣板 可是其他同企的都還來不及蓋 是大家好奇說 是不是有鋪了這麼多的舞台 那現在明天有一個最大的舞台 就是國造的這些高校機 他其實明天就要落成了 所以總統明天要親自去 可是在去的過程當中 大家就開始好奇了 說這一個國造的高校機 它的命名是不是有拍馬屁的問題 叫做勇鷹 勇敢的老鷹 那勇鷹乍聽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 可是有人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拍馬屁 因為叫做是勇護 勇抱 小鷹 勇鷹有這樣的一個諧音 所以大家覺得是拍馬屁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樣的聯想 軍方當然有澄清 他說這是網路票選 從3000多組裡面挑出來的 大家也有一些疑惑 他說因為空軍的飛機很喜歡 這個天空飛最厲害就是老鷹 所以再怎麼取一定會有鷹 鷹你又不可能取負面的 你又不可能叫列鷹 賞鷹集團什麼都不會 你一定是正面的 所以聽起來難免就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是有點拍馬屁總統 所以是不是軍方有點委屈 只是我覺得如果軍方 沒有一天到晚搭舞台 給總統去亮相 讓他剪彩 大家就不會聯想到拍馬屁 所以我覺得雖然可憐 但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這可能軍方也要去思考一下 他們的風氣是不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不過換句話說回來 也有人覺得國軍擁戴三軍統帥 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總之有方方面面各種不同思考 讓大家去做一個決定 蔡總統在明天就要正式的 幫這個國造的高架機來命名 蔡英文預計明天出席 但是軍方有特別解釋說 這個票選活動 名字的票選活動 從去年就開始了 進行非常久 那原本是要叫做雲翔 就是飛翔在雲季中的雲翔 但是尊重票選結果 還有專家學者評鑑 叫做詠英 然後諧音擁抱蔡英文 被質疑拍馬屁 空軍特別解釋 他說沒有 是從3576則裡面 經過內部專家評選 還有包括各雜誌 歷史專家 軍運社 還有青年日報 還有這些外部的評審 分兩間段 最後選出了10則 然後在網路上 再讓民眾來公開的投票 所以他覺得完全沒有拍馬屁 不是他們一個人做決斷了 國防部長顏德發還特別解釋 他說這個名字跟空軍本身的 中勇軍風 還有空軍飛行員戰績有關 老鷹是勇猛的鳥類 非常凶狠 完全跟政治沒有關係 那除了在軍方方面 現在也看到連宗教 現在蔡英文跟韓國瑜 兩個都在搶票 我們禮拜六的時候看到韓國瑜 他參加了台中宗教活動裡面 有高達20幾個在全國 非常有影響力的宗教團體 都聚集在一起 讓人家聯想說 是不是他們在2020的時候 已經選擇要挺韓國瑜 當然蔡總統他也非常厲害 他昨天參加這個連任 全國宗教的後援會成立大會 那其中有包括了很多 佛教 道教 一貫道 基督教 有20幾個宗教團體有出席 那其中內政部長徐國勇 他也到席了 因為他是主管機關 他特別講了一個 他建議總統把內政部宗教科 改成為宗教司 用升等的這種方式 來強化政府跟宗教界的溝通 他還形容說這樣就是把宗教 直接變成為宗教 可是大家比較訝異的是 因為民進黨可以開到 這個民進黨的秘書長 跟宗教界一直起衝突 那這樣子是不是讓宗教界的人 會覺得好像有一點兩套手法 而且既然你覺得宗教科 應該可以改成宗教師 那過去的三年多 你為什麼不做呢 而到選前你才嘴巴講一講 這也讓宗教團體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為了選舉還是平常 真的就有來關心 那另外一個 現在大家很好奇的是 不管是在觀光方面 或者是外交方面 蔡總統是不是不斷的 只會用反中來做操縱 一直炒作中國威脅論 蔡總統說在選前最後一百多天 還是有所謂的內外部的力量 要扭轉這個選舉的選情 所以接下來一百天的選戰 會更激烈 中國最怕台灣做到三件事情 一個就是團結 第二個就是民主自由 第三個就是台灣的強大 這是我們這一代 要共同完成的事情 一樣的問題 仲老 saw 這樣就讓我們急適 Windows 這樣子 猶豫 crack 在 口